欢迎来到爱才说,我是Alex 被誉为价值投资者圣经的巴菲特年度股东信 终于更新了 这封信呢,我从头到尾认认真真读了原版三遍 发现今年的股东信与众不同 虽然巴菲特的公司伯克希尔在2023年全面实现扭亏为盈 净利润962亿美元 大超市场预期一倍 但是伯克希尔对未来市场的预期特别悲观 巴菲特说公司有大量现金可以应对任何市场震荡 还说现在的市场已经变成了赌场 而且每家每户都在赌博 伯克希尔已经不可能复制往日的辉煌 同时承认自己犯下了几个重大错误 作为美股里面净资产最高公司的涨舵人 巴菲特对市场的看法值得每一位投资者学习 到底什么原因让巴菲特看淡市场 潮水究竟何时退去 看到影片最后,您自然会得到答案 爱才说频道专门分享学校里面学不到的财商知识 让你财富觉醒,财富自由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不会错过爱才说每周更新的精彩影片了 我把今年巴菲特给股东的信 中文版跟英文版的对照 放在影片下面链接里面 大家可以下载自己读一读 我们直本主题,看看巴菲特在信中是怎么说的 伯克希尔有能力动用巨额资金来应对市场紧张状况 这种能力有时会给我们提供大规模的机会 虽然如今的股票市场比我们刚开始运营公司的时候要大得多 但现在市场中活跃参与者 无论在情绪稳定性还是在教育程度上 都没有比我上学时期的人更优秀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市场展现出比我年轻时更多的类似赌场的行为 赌场现象已经蔓延到许多家庭之中 每天都在诱惑着家庭成员 很明显巴菲特认为现在的美国股市投机成分太高了 价格已经偏离了价值 并且几乎人人参与了这场赌博 跟早年相比 人们在股市之中控制情绪的能力不但没有变得更强大 反而变得更脆弱 说明人心浮躁 每个人都想博一次赚大钱 金融界有一个重要的事实 我们不应该忘记 华尔街虽然希望客户能赚钱 但是真正让华尔街人是激动的 是市场上的狂热交易 在这种时候 无论产品和策略有多傻 只要有市场需求 就总会有人尽力推销 巴菲特又一次站出来 明着骂华尔街那些 打着帮投资者赚钱旗号的销售员了 只有市场狂热才能带来销售业绩 才能赚到钱 所以从投资者到股票经纪人和投资公司 全都盼着市场狂欢到来 而现在的市场情况正是如此 从上面这几段话里面 我们能看出什么 第一 巴菲特认为现在市场过热 像一个大型赌场一样 第二 华尔街正在推销这种狂热 吹大泡泡 第三 巴菲特说现在的伯克希尔 足以应对任何一场历史性的金融危机 伯克希尔在23年第三季度 持有1500亿现金 第四季度现金量暴涨到1700亿 创造了新记录 也就是说市场上真的没什么便宜的股票了 这几点足以说明 巴菲特对现在市场已经非常担心了 那么这些担心究竟来源于哪里呢 究竟有什么市场风险 能让巴菲特进入防守状态呢 因为经济正在面临着五大危机 第一 商业地产 在去年5月份 巴菲特罕见提出了对商业地产市场的担心 而现在这个担心正逐渐成为现实 2023年12月 洛杉矶一座地标写字楼 售价比10年前暴跌了45% 表明了一个不可忽视的趋势 更让人担心的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最近发表的文章说 美国商业地产市场正在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为严重的价值萎缩 伴随而来的是债务违约风险的急剧上升 到今年年底将有超过1万亿美元的债务面临到期 这不仅是对投资者的一次警钟 也是对整个经济健康状况的一次严峻考验 商业地产市场的动荡不仅影响了地产业者和投资人 更有可能成为影响广泛经济领域的重要因素 巴菲特老爷子活了这么大岁数 完整见证了漂亮五十时代市场对大盘股的狂热追捧 估值泡沫和股价崩盘 历史好像在现在的科技股狂热之中重现了 因为太像了 其实大盘股在市场中的集中度非常高 而且越来越高 人们追涨的热情已经让理性消失 当然有人肯定会说 这次不一样 这次是人工智能革命会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 但投资大佬霍华德马克思说过 每当你听到很多人说这次不一样的时候 那就真的要当心了 因为历史证明 其实每次都一样 人性是不会改变的 曾经的科技巨头斯科 在千禧年泡沫中股价达到顶峰 随后一路下跌 就没爬起来过 直到现在也没有涨回2000年的高点 所以说在顶峰时刻入场的代价 可能是长达20年的等待 巴菲特的谨慎态度 可能就来源于对这种狂热的深刻理解 和对市场周期的尊重 他在股东信中 谈到了从投资可口可乐和美国运通 所学到的教训 寻找伟大的公司 一直坚持持有 因为伟大公司 能够抵御许多错误高层决策的冲击 巴菲特在信中还说 将会无限期持有日本股票和西方石油 唯独没提苹果 这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猜测 作为伯克希尔的超级重仓股 苹果占据了一半的仓位 之前巴菲特高度评价苹果 说苹果是非常有前景的公司 但是2023年第四季度 巴菲特开始卖出苹果股票 让外界猜忌更重了 难道巴菲特对苹果的看法开始转变了吗 这次的沉默可能暗示了 巴菲特对当前科技股热潮的担心 也可能是对苹果高估值开始反思 或者对科技股泡沫可能破灭的预警 苹果的市值已经达到惊人的2.8万亿美元 要求市值再涨50% 也就是增加1.4万亿美元 在这样一个高基数上 任何进一步的大幅增长都显得特别困难了 所以巴菲特可能正在考虑适当减持苹果 降低投资组合的集中风险 这是一种既理性又必要的策略调整 第三 美联储政策的不确定性 美联储的利息政策 是影响2024年市场动态的最关键因素 市场的降息预期经历了大幅升温和大幅降温 从最开始预计2024年降息7次 到现在的2-3次 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预期居然有这么大的调整 主要原因是通胀降低的速度没有预期快 本来市场预期是1月份通胀环比2.9% 但是实际数字出来达到了3.1% 而核心CPI就是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之后的通胀 保持3.9% 并没有继续下行的趋势 所以市场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预期 美联储可能在较长的时间之内 维持高利率 这种降息还是不降息的对立氛围 让2024年的市场注定不可能平静 当然我们还要等待 美联储依赖的核心PCE数字出来 才能判断美联储下一步可能的行动 在降息的各种理论里面 有一个概念挺有意思的 打击通胀的最后一里路 什么意思呢 人们都怕快到终点可能会碰到困难 可能通胀打不下来 美国失业率从3.9%跌回到3.7% 达到了充分就业的水平 工资上涨幅度大概6% 怎么可能有效打击通胀呢 特别奇怪的一点 是通胀大幅度下降 但是失业率却没有大改变 因为一般情况下 通胀下降 失业率会上升的 所以大家担心最后一步 通胀降不下来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问题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 因为美国打工人的主动辞职率 就是自己有其他选择 主动放弃工作岗位的比例 正在持续下降 如果主动辞职率高 说明市场上机会很多 就业很容易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主动辞职率下降 也就是说市场上的机会不多了 大家能够保住工作 保住饭碗就好了 不敢主动辞职了 就业市场在降温 那么降息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美联储利率减去核心PCE 差额已经超过了2% 说明有效利率已经超过2%了 利率打压通胀的效果 就已经完整显示出来了 那问题就来到了 通胀是不是在下行 这张图说的是 CPI减去能源 食物和租金的数值 也就是核心CPI减去租金 因为这三项波动很大 同时租金占到了 核心CPI太大比例 租金就是这次核心CPI 保持在3.9%的主要原因 所以要减去 才能看出来实际情况 看多说话 通胀已经被控制住 当然这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市场的意见还是两极分化的 第四 美国经济衰退与全球经济放缓 美国经济会不会陷入衰退 可能是决定美联储2024年 降息速度和幅度的关键因素 尽管市场普遍预期 经济衰退即将来临 但是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出现明确信号 美国经济的韧性远超预期 面对利率上升 美国经济增长表现也好于预期 所以投资者对经济软着陆 持乐观态度 但是美国经济还没有完全摆脱困境 美联储预计 2024年美国经济增速 将从2023年的2.6% 大幅放缓至1.4% 由于加息的效果和影响 还没有完全体现在经济之中 今年经济增长 可能会以更大的速度放缓 到我截稿为止 英国和日本的GDP增幅 连续两个季度为负 已经进入技术性衰退 德国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印度超过英国成为第五大经济体 而加拿大和德国呢 可能只是数据还没有爆出来 没准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衰退期 这些国家的衰退 会不会拖累美国经济 是今年的一大看点 第五 地缘政治风险与能源市场波动 随着地缘政治的火药味日益浓厚 全球市场上空的乌云 正在新一年里面更加密集 成为投资者绕不开的阴影 从乌克兰的紧张对峙 到中东的不断冲突 再到南海水域争议 这些热点地区的动荡呢 不仅是新闻头条的常客 也成为可能随时引爆市场波动的定时炸弹 地缘政治的波动就像是一场无形的战争啊 冲击波能够迅速穿透市场的每一个角落 特别是能源市场 它就像是被地缘政治紧张关系牵引的风向标 对任何风吹草动都极其敏感 中东地区一向是全球能源供应的大动脉 一旦这里政治局势出现紧张 油价就可能硬升上涨 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不仅是中东啊 红海的航道紧张 伊朗等关键国家政治局势的激化 都能在短时间内推高能源成本 为全球经济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那我们说回主题啊 从伯克希尔披露的股票持仓来看呢 投资组合价值79% 集中在美国运通 苹果 美国银行 可可可乐和雪佛龙 同时伯克希尔第四季度现金储备 升至创纪录的将近1700亿美元 伯克希尔的投资组合 透露了哪些投资信号呢 为投资者带来怎样的启发 从财报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伯克希尔现在的持仓和之前没有太多变化 2023年末 伯克希尔的前十大重仓股就是 苹果 美国银行 美国运通 可可可乐 雪佛龙 西方石油 卡夫亨士 穆迪 达维塔宝剑 花旗 这十家公司 巴菲特在信中再次强调了价值投资的真谛 就是与伟大的企业一起成长 而不是追涨杀跌 试图去赚市场的钱 因为做投资啊 你很难去预测短期的波动 也无法去改变宏观规律 芒格就曾经说过 宏观 也就是人们所处的环境 是无法改变的 但是可以在微观上 努力去发掘一些伟大的公司 这对我们来说也特别有意义 我们不要去抱怨宏观环境 而是要在既定的条件之下 选择那些可以穿越经济周期 穿越熊市的好公司 巴菲特的信呢 我从头到尾读了三次 江还是老的辣 这种不为股市冲高所动的坚定意志 就是我们每一个投资者都需要学习的品质 波克希尔在过去的58年之中 股票增值的年化比例20% 这是一直持续了将近60年的回报率啊 如果你在60年前交给巴菲特1万美元 现在的价值将会达到4亿4千万美元 其实我真的想过 直接放弃看股票和买大盘 把钱交给巴菲特算了 毕竟通过波克希尔就可以间接买到好股票 并且长期持有 看到现在的市场状况呢 我只能借用巴菲特的一句名言来形容 只有潮水退去 才知道谁在裸泳 最后我把信中打动我的几段话 跟大家分享 要预测哪些企业会成为赢家 哪些会成为输家 比你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那些声称他们知道答案的人 通常要么是自欺欺人 要么是江湖郎中 在波克希尔 我们特别钟情那些未来能够以高回报率 投入额外资本的稀有企业 拥有这样一家公司 然后静静的坐着 几乎可以创造无法估量的财富 波克希尔的一条投资规则 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永远不要冒资本永久损失的风险 下面这句话我是最喜欢的 是芒格还在世的时候 巴菲特说过的名言 我和查理两个人 一开始就知道 我们将来一定会极其富有 因为我们知道那肯定会发生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着急 如果你看到这里了 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订阅频道 顺便帮我点个赞 这里是爱才说 分享学校里面学不到的财商知识 我是Alex 我们下次影片见 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